因为你们也都提到了这个经济的因素 美国这个联准会 这个美联储 这个刚升息 这次升息升了很大 这个升息两码 现在基本利益来到了 百分之零点七有的百分之一 那美股三大指数 在我们刚刚讨论之前 前一天三大指数重挫 那美国到底这个 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 通膨升息能不能够解决通膨 还是会导致未来的 所谓停滞性的这个消费 我们可以来 是不是请盛平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最长期观察这个美国的经济 你也在华拉街 从事过一些行业 你怎么样的看待 美国这是联准会的升息 以六月有可能会再升息 升息是肯定的 美国经济现在是给你一个 非常mixed的 一个picture算是 它的通胀是差不多40年最高 但它的那个就业 又是差不多50年最低 就是最好的就业情况 只有3.5% 到底它怎么走 就会不会走向智障 就不知道 但现在这一次 一下升了就是0.5个point 算是很大的一个 长期利率呢 现在到了将近 到了4 短期的也涨得很凶 就是5年的bund 现在可以到就是2.99到3 所以这东西呢 你从股市的反应来看 股市当天是涨了900个点 但第二天呢 好像 醒过来了 反而掉了1100 就现在美国 NASDAQ已经掉了25% 这远远超过了那个熊市的 它的标准 20%的标准 但刀将士呢 只掉了11% 12%左右 从它的经济的增长 上个季度非常不好 比它预期的差很多 所以到底美国经济会怎么走 会不会硬着路 还是软着路 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影响美国经济的 无疑是俄乌战争 和中国的一系列政策 你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已经 在世界这个经济 舞台上举足轻重了 就中国要咳嗽的话呢 美国这边可能就感冒了 就是供应链的问题 包括中国经济以后 会跟美国 多大程度上的冲突也好 脱钩也好 都是华尔街 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总的来说 我觉得华尔街 不愿意给中国脱钩 政客愿意 政客追求的是选票 华尔街追求的是利益 这两个利益是不一样的 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非常不一样 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两国的股市也好 两国的经济 都会收益 它是一个 这个Mutual Benefit的一个东西 但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 就中国的经济 美国经济都会收错 就是在这一点上 就一融即融 一损即损的关系 非常清楚 这个相关性 但政客们更关心的是他 下一届他能不能还待在哪儿 或者他能不能取而代之 所以他们着眼点 会跟他不一样 所以跟上次呢 跟军涛的时候 开个玩笑 我说实际上 就是工资和中共他们的区别 或者说反对党和执政党的区别在哪儿 就执政党有执政党的问题 反对派有反对派的问题 执政党的问题 永远是想把国家搞好 反对派的问题 永远是想把国家搞坏 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一个大的国家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也好 想你好也不容易 想你坏也不容易 就不把中国搞好 或者不把你执政党的这个 统治的国家搞好 他就不能够持续执政 他就不能千切万代 中国的语言说 同样的不把中国的问题搞坏 反对派他就不能够取而代之 就这么简单的利益关系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跟我说 这反对派如何也愿意把中国搞好 或者美国搞好 这些我是不大相信的 他执政以后他会这样想 执政以前你是越坏越好 这是他的本能 他不这样想才怪了 所以说对中国来说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 对美国来说 其实也一样 就作为一个反对派领袖 像美国的 那现在就在野党 他巴不得执政党 都干一些蠢事 一些错事 越蠢越好 越错越好 所以说这怎么影响了美国的利益 美国人民的利益 那是你的责任 等我上来了 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改过来 这就是政治 所谓的就是说 在一个专制制度下也好 一个民主制度下也好 我想这种政治计算是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的 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都说人民最爱国 像慈禧而且最卖国 后来长大了就反正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人民不会那么爱国 那国不是他的 他爱不着 最爱国的指挥是慈禧 那是他的 每一块土地被割掉 对他来说都是 像割掉他自己的肉一样的 但他底下的官僚就不会那么爱国 能卖就卖了 反正不是我的 我是奴才 对不对 这些说人民 就更排不上了 就是我们也看到那些图片 八国人军攻北京的时候 老板军帮他们扶梯子 给他们送茶送水 这都是比比皆死 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有了死 所以美国现在经济好不好 执政党想怎么搞 美国的反对派想怎么搞 就跟中国今天 是一个道理一个故事 只不过他们呢 做的方法有所不同 就是有些呢有底线一些 有些更没有底线一些 在中国呢更多的是 玩的阴谋 玩的军事 美国更多的是玩的法律 就比如说我们刚讨论的 就是一个堕胎不堕胎的问题 这后面其实就是选票的问题 我这个政策提出来 我能多拿多少选票 这是政客的计算 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美国经济 当然堕胎法案跟这个美国年底西洋权有关系 经济更影响更深了 我们从两年多前新冠病毒以来 我想你跟我同样感觉就是 钱越来越薄 东西越来越贵 那今年三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8.5% 但是40年来最大升幅 刚才这个社名也提到了 这是我们这次那个联准会 美联储升息2% 是22年以来最大的升幅 那今年第一季 同期的成绩的经济成长表现 又比去年下滑 所以总的看起来讲 经济的不好 你觉得拜登会怎么样来因应这个今年年底选举 当然会有影响 就像我们这个 现在美国经济 它受到三个方面的鼓励的影响 疫情是其中之一 而且下到现在 疫情结束还看不到尽头 再说就算疫情基本上结束了 现在都躺平了 但是你这个恢复是个过程 不像这个这个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并来的时候那是很迅猛 说影响就影响 说坏了就坏了 但是你要恢复它是缓慢的过程 不会那么立竿见影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当然这个俄乌战争 由俄乌战争造成了整个 不管是俄乌战争本身 而由俄乌战争导致了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 这个生产链的断裂 它引起的这个后果也非常严重 当然因此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 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当然还有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你打了这么多久的这个贸易战 肯定是对自己也会造成一些损失 而且呢你又不可能完全达到你所希望达到的那些目的 那么这都对美国经济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问题当然不止是美国了 现在全世界基本上都这个样子 经济上都在遇到困难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现在这个拜登在台上 那当然人们对这个事情不满 当然会怪在你们的拜登的头上 而且拜登上赛以来 确实我们没有看到他在这方面 在这个振兴经济方面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 他更多的比较受大家肯定的 都是一些外交上或者其他问题上的一些做法 所以这个事情另外按照惯例 我们都知道在你这个你这个假党当当选总统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 那很可能是以党会取胜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呢 所以在最好这个中期选举恐怕从现在看来 这个民主党的优势不大 这是一方面情况 从长远来看 我觉得美国也很难 这个很迅速的走上这个经济扶苏 像这个涨价 那我们每个人都身有所感 长得很厉害 长得幅度都知道 因为这个和疫情结合在一起 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状态 所以就对这个涨价 单单涨价这事都已经没有太强的那种感受了 但是这个问题 哪怕疫情结束了 它这个问题还是存在那儿 当然从长远来看 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经济竞争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尽管中国和美国相比 你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弱点 但是因为你的体量庞大 这个是个关键性的一个因素 你的任何是美国的四倍 你想想看 那就意味着你的人均GDP不需要很高 那你的总量就可以大大的超过美国 那这样子一来呢 它对 而你美国现在这个全球的话 你搞的依赖 现在不是说这个脱钩不脱 谁想脱钩不想脱钩 就是你再想脱钩的人 不管你是政客也好 你是华尔街也好 你都实际上都不大做得到 这是个关键的 你不大做得到 除非打起仗来 那可能比较大规模的脱钩 否则在很多方面呢 他还是有个互相依赖 现在美国顶多能做到的 就是在高科技方面去拖点钩 别的事件当然就很难做到 当然刚才声明就有了 我也不同意 不能说 其实过去替皇帝辩护 替家天下辩护 都是这个道理 天下就是他们家的 就是他的独裁者的 他那会爱护了 他比谁都爱过 那是他们家的 他更没考虑到长远了 那实际上还真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看 现在各种从政治理论的角度 都在批评这一点 这根本就站不住 如果这个站不住 那天下就 天下倒太平了 所有在这个统论之下 那都变好了 都只说一点 对于独裁者来说 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权利 而不是国家 国家的好坏 如果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但是对他的权利没有影响 那他不在乎你的损害 反过来 如果国家在母黑方面好了 而他的权利受到缺少 那他并不见得喜欢吗 在文革之间 文林彪就讲话 讲得很清楚吗 就是谈 大谈政变经 防止政变 他说如果政变了 如果权利都不在我们手里了 我们有一亿顿 当一亿顿铁 对我们有什么用 那自己说的很白了吗 那慈禧说的就是 就 命中有帮物与家奴 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应该给 只要不影响我的统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相反是 独裁者 第一他手里有国 所以他有国可卖 普通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 第二 就是他常常为了他的权利 他自己权势的考虑 会做些出卖这种 国家利益的这种勾当 这个古往现在是从来都不少见 也就是说 统治者 特别是独裁统治者 他最关心的毫无疑问 是他的权利 他的地位 而他的权利 他的地位和整体 一般老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在很多时候 常常是不一致的 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么多 这个人类有史以来 这个政治史的给出的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教训 那么现在我觉得 对中美关系来说 那确实 你不是今后要怎么样互相共存 美国就是美国 中国就是中国 那么这里当然有个制度 是优越与否的问题 而且这里呢 不是说我们 我们喜欢西方的 喜欢美国的 我们到这来了 那事实上 在你没来之前 你就喜欢了 在你还 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 你就喜欢了 那最早 最早到美国来的那些 像我们这一代人 那都是老红卫兵吧 这个洛小海 宋彬彬的这些 他们受的教育 完全是反对美国的 但是就正是 从他们的经验中 他们知道 那东西是错的 他们是这么产生的 从反面 知道了我们原来 那种制度的可恶 让他知道 这种制度的优越 在中国产生了 这么几十年来 产生的那种 自由化的思潮也好 民主运动也好 民主诉求也好 并不是 像荣宏 孙中山 严富 看看为梁启昌 胡适 到了西方来 睁开眼睛 看世界 才知道 别人还要另外一种过法 我们也想学 学别人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我们 恰恰 我们这想法 都是在极端 闭关锁国的情况下 产生的 产生的背景 就是因为我们深受其害嘛 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 包括当年的红二代 都一样的嘛 当时候 70年代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他们在所谓掌了钱之后 他们受到罪 远远超过他们 打江山的时候 革命战争年代 所以他们都 从上大都很痛恨 当时那种制度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自发的产生了 要求自由民主的 这么一种一种浪潮 所以这点 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得想象 我们不是有两种制度 我们有我们的好 中国有中国的好 美国有美国的好 而且永远就会这么长期共同下去 那都是像伯格这根本不懂中国 他们根本不懂 你笑不懂 那想当然在那说的 当然也和很多别的人 也有这个害怕 以为中国这些东西 都是受西方影响的 而中国呢 大多数是没有这个变化 这个要求的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们 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嘛 所以有时候我老说 你要回顾我们自己 是从何处来 那我们这项就是在 你 这两个 而且确确是 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 当代的宪政民主理念 也是在这种背景上产生的 他们原来也不也是没有的 像中世纪那么 政教合一 他们也是在那种 极为残酷的那种政治迫害 首先是对思想的迫害 对信仰的迫害之下 痛定思痛 产生了信仰自由 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的观点 产生了对政府权利 要加以必要限制的这种理念 你中国在这方面 就和苏联东欧都一样吗 苏联东欧他怎么 那时候都在八十年八九时候 都转过去了呢 就是都是通过自己的那种 切身的痛苦的经验 就在物极必反 这么这种情况之下 重新找到了 这个所谓宪政民主 这么一套理念的 所以我们最能够知道 那套理念是普世价值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不是从你那儿学的 不是看了你的 我们才会有那个东西 才会有那个想法 而我们自己产生那种想法的 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 那你中国现行的知道 当然要变 必须要变 因为他首先不符合我们自己的人性 不符合我们自己的要求 只有你未来这个 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 中美两个国家能够 各自保持自己制度的前提之下 永远这么长存下去 它毕竟有一个是 谁改变谁 谁被改变 而这种改变的过程并不是从外头 而你美国去改变中国 不是这个意思 首先中国自己就会有这种改变的愿望 外部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去促进去帮助这种改变 也就是这么回事 谢谢 彭东你觉得你从欧洲的观点 你怎么样看待美国现在经济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走向萧条跟这个的情况 那当然跟欧洲比起来 美国的情况会比较严重吗 从现在看待从现在这个报道和消息来看 美国现在情况比较严重 因为DDP年率已经下降到1.4% 这个是比运气的更低了 然后还有这个企业库存 这个原因当时上次说是企业库存投资减少了 然后在打压也是油价和能源 由于乌克兰战争能源价格油价也上涨 然后通货膨胀也因为乌克兰战争和中国的上海清零政策 导致了产业链的断绝 断供 也就是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 欧洲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美国这个至少如果乌克兰战争继续下去 如果中国的清零政策不改变 继续造成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阻断的话 美国的通货膨胀 这个什么和这个现在有所面对这个DDP的增长 估计是很难在短期内能够看到这个什么回转的这个回转的这个效果的 这也是就是说对欧洲也是一样的 现在欧洲现在我 接这个问题我谈到刚才上面上面一个一个一个题目 就关于那个坎贝尔说那个从一个战场变成两个战场 它的提法 它为什么变 就是因为欧洲 由于乌克兰战争 那个导致欧洲对美国在对中国和俄国的威胁上面的这个产业分歧了 就是说欧洲认为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这个中国和俄国的威胁是首要的 而中国是次要的 实际上这是告诉这个美国一个态度 美国也在转变 为了美国为了联署 这个和这个北约国家和欧盟 这个什么一直对付这个俄国 也必须照顾欧洲欧美的局限 像这个满足欧盟的要求 那么就说他又改 必须改掉 为什么以前说两个战场 现在说是这个欧亚大陆一个轴心一个战场 也就是说他想通过这个概念的转换 来那个什么把中国这个和俄国绑在一起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轴心法 实际上也是一种场所 也是把中国和俄国绑在一起 然后让欧洲也就是说能够说服欧洲 一致来对付对付 一致是共同来对付那个什么 不仅是俄国而且主要是中国 而现在欧洲态度改变了 由于战争的开始 欧洲态度已经改变了 因为现在欧洲是他没有生存的问题 他不能把欧洲印太战略 他不会就放弃 但是由于资源的问题 由于这个俄罗斯的威胁 在家门口他必须把这个战略资源要转移到欧洲 你说终止就是防止这个在台海 台海这个两岸出现那个改变现状的任何行为 特别是武力行为 这是一个 在一个南海的自由航行为要保证 然后就是日本和德国在面对俄国的问题上 要态度一致等等 这些战争就是说没有放弃 欧洲没有放弃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 那个什么诉求 但是它会减弱 现在我从韩普尔这个说法改变 实际上就是在 这是我们应该观察到的 就是欧洲以后在对待中俄的威胁问题上 欧洲是有轻重的 首先是恶国 如果俄国的战争多长了 延长了大概几年 那么这个欧洲在印太的投入一定会减少 而且严重的减少 美国同样如此也会拖进来 所以说欧洲和美国现在一个宗旨 就是尽量的在军事上 经济上支援那个乌克兰 让乌克兰在这个 让乌克兰 让让说阻止俄国这个什么 在乌克兰去生 也希望这样的话 来减少这个俄国对欧洲的威胁 从这个方式来讲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要么俄国自己把手 或者打输了 俄国也不投原则 当然又不搞 用俄国服务器来威胁了 那么俄国自己把手 那这种现象 这种可能性很小 那么唯一是剩下的可能性就是延长时间的 这个很可能欧战争和这个冲突会很长时间持续下去 也就是对欧洲来说 不仅是个安全问题 军事上的安全问题 而且整个国际民生的问题 但是就是说这样的话 欧洲的投入一定在亚太的投入 印太的投入一定减少 这样同样的要复材 把美国都拉进来 所以美国现在 你看台湾对台湾的武器供应 就是因为也涉及到对乌克兰的供应问题 实际上对台湾的这些武器供应 现在要么就是把冰的那个取消 要么就是这个推迟 那个什么 据说返潜质疾危机他不给了 根本就不给了 台湾当然说他贵了不买了 实际上那个可能就是因为 一个是乌克兰战争 再一个就是资源问题 你不能同时对着两个战场 是不是你嘴巴 当然就是那个美国人说我们有这个能力 你到时候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问题 还有就是欧洲人愿不愿意陪着你干的 那两个战场 欧洲愿不愿意在亚洲就开一个战场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欧洲他尽量去防止亚洲那边出问题 因为那边也有欧洲的密 因为南韩的支援航行对欧洲的很重要 但是对比起乌克兰战场 那里还是差一点 你不是主要的 接着我们强调是说 俄国人把那个核门的核 就在海盗上导弹 几分钟就到了 飞过来了 开车我们十个小时 就躲到破乌克兰 这是我们 对欧洲人来说 俄国的威胁是 它是涉及到生存的问题 而中国的威胁远远的 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竞争对手的问题 这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 而面对这个 面对这个俄国 现在它已经是吃药的 所以说我想 乌克兰战争已经影响了欧洲 在印太的投入 同样同时也会影响美国在印太的这个投入 至少是这样 当然美国不愿意 美国一定要坚持 把欧洲人一起 带动欧洲人一起 面对中国两个走行国 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在尝试这个走行这个概念了 欧要大陆一个战场 那就是把两个大族在国家绑在一起 让欧洲也跟美国一起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这是至少我们现在看这个状态 但是美国这个场势会不会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受到影响 或者说甚至受到阻碍 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 何必你认为呢 你认为欧战争要持续下去 还有中国的压力 还有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会让美国的经济硬着 人类历史上很少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几个大的危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几乎没有过 那就是疫情 那就是对全球供应链 生产链的整体破坏 包括国内经济的破坏 美国也是在其中 它不但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自己的国内的企业 能不能辐射到疫情的这种情况 第二个是战争 就是战争的影响跟二战的时候很大的不同 跟一战的时候也不同 那个时候为什么美国人觉得我们不想参加战呀 就是因为欧洲离美国很遥远了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的战争几乎是跟美国人都相关 油价的上涨 粮食的紧张 物价的这个这个变化都是由于战争引起来的 这个资源和市场的这个变化 非常之大 那么这个尤其是粮食能源的影响 能源对于美国来讲就是血液 粮食对于很多国家来讲那就是生命线 第三个是制裁 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战争就是你打死我 我打死你 而现在美国的不想打仗 因为美国一方面已经通过这个战争已经吃了太多的亏 美国国内的矛盾问题也是经常由于战争而起 有些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很亢奋 但是后来打了打去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韩战是这样 越战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这样子 那么民主党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力量去进行这场战争 虽然有这个对立战的这个味道 但是毕竟跟直接的战争不一样 但是你不发生战争 美国又想保持自己的霸主的地位 那就是一方面是通过对立人战争 另一方面呢是通过制裁 制裁是避免战争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但是这种工具从长期看起来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往往只是针对民主国家的时候 制裁是有效果的 对于独裁国家来讲 几乎没有发生过因为制裁而阻止战争的一个结果 但是制裁是政客们最闪亮的一个道德武器 最闪亮的一个政治的标志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这个美国力量的展示 和对弱者的一种同情的一种工具 所以美国呢他就最喜欢是制裁 很多的国家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制裁 如果你要跟美国进行这个游戏的话 所以他有时候制裁是有效果的 但是对独裁国家很少发生这个效果 但是美国这一次出手之重 主要是班农总统他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有强烈的使命感 对乌克兰被这个侵略 对这个普京他有非常大的这个个人的这种情感 和民主党本身的一些历史的渊源 很多因素在一起 所以这次制裁可以呢跟战争有一些区隔 所以这一次是疫情战争和这个制裁 三大因素对全球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 而美国这一次面临的这个危机 是超过联织会的这个想象 美国联织会是一个超越政治的 非常令人敬佩尊重的 这么一个美国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一个条件的一个工具 这种超越的地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底就开始建立起来 最了不起的那个乌克 就是这个把当时候的通货膨胀强行的压制了下去 把那个利率上升到20%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跟当时候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有一些不相似的地方 不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一次国际性更强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杠杆最终能不能达到一致 这个物价一致通货膨胀 同时又避免这个经济萧条出现 也就是说不要出现硬着陆 但是现在联织会的这种主动 已经引起大家这个有所怀疑 所谓有所怀疑不是说联织会未来没有动作 而是担心了联织会现在的动作压制不了通货膨胀 所以未来还会连续的持续的 让这个利率停的更高 这种利率停的更高的方式 对全球的经济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它是国家的这个利率上升 国家的利率上升 就是美元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吸金器 因为你国家利率现在上升到3%2% 或者是百分之多少 那你就比很多的国家的国家利率高 所以西方的国家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加息我也跟着加息 这样的话呢使我的国家利率也增加 但是有些国家跟不上 像包括像南韩 他现在也非常担心自己的这个资金流向美国 中国就更加担心 中国已经很多资金流入到了美国 但是这些东西它还有另外一个负面作用 对美国自己的企业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因为你利息提高了以后 使这些美国的企业本身贷款的资金成本就增加 同时呢你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利润力没有吸引力 你没有吸引力 所以你也呢对这个吸引这个投资 也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伤害 更重要的是 产业力的破坏 产业力的破坏和美国自己的强行的某些 错误性的强加的关税 比如说为了跟中国去谈判 完全是出于一个霸主的一个味道 就是强行的增加这个关税 相应这种关税让中国进行做出某些妥协 这纯粹是一个霸道性的谈判方式 这种方式可能会使中国为了增加自己产品的竞争力 来向美国做出妥协 但是实际的效果是伤害了美国自己 不但伤害了进口商 同时也是美国的消费者来承受了这种加税的后果 所以财政部长亚伦女士就提出来 他和这个商业部长来忙多多是一样的态度 应该把强行加在中国这个关税进行这个解决 但是这个贸易代表对其他就不同意 他想继续利用一个杠杆来协配中国 走向这个谈判组或者接受这个妥协 其实不仅是中国的上问题 而是美国应该以一种真正勇敢的一个大国的心态 去给对东南亚很多国家更多的节眠的税收 让东南亚的东盟的这些产品进入到美国 而不是搞什么美国的这个制造业 美国是没有能力制造业的竞争 现在跟中国没办法竞争 跟这个东南亚也没办法竞争 美国是自己的税务制度、福利制度有根本性的问题 而不是不吸收外面的这个商品 降税其实就是两条 而不是解决现在的经济就是两条 第一条 让这个产业链这个供应链打通 让更符合美国消费能力的商品进入到美国 这样的话物价就下降了 通货膨胀就下降了 而不是通过联续会的这种杠杆的方式 因为联续会的杠杆的方式 它不是说没有代价的 因为搞得不好就是硬着落 对不对 不是没有代价 而且另外一个是联续会要压制这么一个 这个已经超过了4%以上的通货膨胀 现在7%还是8%吗 要压到2% 这个距离很远 75年以来 美国的数据显示出来 只要是通货膨胀超过4% 就业率低于4% 几乎是不可避免产生这个这个萧条 当然萧条并不是通过一个季度的GDP反映出来 可能要到明年在这种反映出来 可能是在其中选举之后 这个到其中选举呢 还没有陷入到那个经济萧条 但是通货膨胀解决不了 所以对于民主党来讲 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人家看不到你的经济的能量在哪个地方 你的基金方案现在在哪里 没有基金方案 现在谁还记得基金方案 没有啊 对吧 你的这个通货 取消关系是有这个有政治的这个因素 他们就搞政治嘛 还有一种方式很简单 就是降低劳动力成本 对吧 就是你给一个特色 给所有的非法劳工 全部给身份 更重要的是刺激更多人偷都过来 开玩笑 但是你至少可以采取你的某一些特殊的措施 鼓励那些有劳动力能力的人 和鼓励那些有学力的人 来让美国吸收更多的人才 那些偷都可以你不要拒绝人家呀 人家千辛万苦的偷到这里来 一般来讲都是劳动力呀 父母已经把他养大了 要到美国的搞劳动力 你说到美国是多好的事情了 那些人在美国来读书 读博诗读书 对吧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智力才能留下到这个地方 你美国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 赶紧把他们解决身份问题呀 只要进口降税 只要劳动力打开一定的大门 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就可以解决 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个经济萧条的出现 这是我的两招 但是但是他们未必用啊 但是会用一部分 这两招都有很高度的政治因素 但是他们会利用一部分 会利用一部分 会适得使用 因为只有这两招 你不能光知识识加税 只是加息 加息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你要知道刚才逢扶贫先生说物价上涨 扶贫先生跟我差不多 我们两个没有多少消费能力 没有多少消费意愿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哈佛大学的孩子 一个麻省理工学的孩子 现在拉到的这个下一个季度的这个租金啊 涨了百分之四十啊 福西先生啊 你要知道很多人的家庭这个房租 学费都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啊 你现在涨了百分之四十怎么办呀 房租百分之四十啊 现在满房子涨了百分之五的利息啊 对吧 你怎么整整个的经济都会出现问题 以前我不太认为民主党说 哎呀经商你们也没问题吧 经济能力也没问题 现在看起来民主党真的是没招 没招 现在又教育到了这种 这种肚胎啊 这些议案里面去 这些东西当然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不能让意识形态 和这种这种大有某种 宗教涉体的东西 变成你民主党的整 整个的一个话题中心 你现在真是要解决啊 柯仁顿总统怎么说的 笨蛋 把经济搞好 哈哈哈 OK我们看吧 经济问题既然那么重要 年底其中选选就可以 就可以见分晓 不过我们谈完美国的经济啊 也不得不谈 都谈一下这个联动性的这个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本来今年预估啊 经济成长率GDP设在5.5% 我想在座几位嘉宾都很清楚 大家越来越不相信了 今年中国的经济能够达到5.5%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目标啊 刚才何彬在上一个题目里面也提到了疫情 这个冯先生好像 战争跟制裁啊 是影响美国经济重要因素之一 你讲 要么导播联系一下冯先生 他现在掉些了 应该上来上来不了 所以请我们导播处理一下 他给我们发了短信 导播跟那个盛平先生联络一下 不过接下来这个谈到中国经济啊 现在也是碰到所谓的疫情的问题 这个疫情 不过看起来习近平啊 宁可啊 是不是宁可这个经济上的损失 社会上的一些不满啊 能够抵过 抵得过到他所谓的要要求的政治稳定性 这是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那中国经济 这样的持续下滑下去之后 到底怎么样回升呢 彭特尼有什么看法 你现在看看中国经济现在也是受了疫情影响 俄乌战争也有影响 美国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 年代的对中国好像似乎有影响 是不是这样 对 当然 美国和欧洲对俄国的制裁 当然影响了中国经济 因为至少影响到这个 怎么 比如说中国一些企业 跟俄国有关系的企业 他们的经济 这是当然对中国来说 这是个威胁 至于到现在为止 对中国有多少经济损失 不知道 我们没看到数据 再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习近平那个防疫政策 他当然是寧愿牺牲那个经济 但是就是要为这个清零政策 这个什么梳理这个标别一个招牌 把这个招牌不能打 到来的话 他的那个什么 经济指挥 经济部署的这个政策 就失败了 他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看得出来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这个疫情 通过经营的方式 你不能控制 而且或者根本就不变通 刚才我们谈谈变通 他可能会在 他聪明点会这么做 如果你不变通 然后这个 由于时间多长 又不能控制 经济又不能恢复 就长期停滞的话 那当然中国经济 不可能有好的前进 特别到今年 今年之内 就说二十大之前 国内 就是 很可能是萧条 甚至副政长 可能是 但是这一点 我想 中国那些 中国那些 那些经济学家 也好 那些智囊们 他们应该看得清楚 这也是说民运企业 这些人已经没有 没有话语权了 也就是说 在朝的 智囊们 那些什么 也就是这个什么 那个 这个什么 史达夫们 这些人他们怎么看 就是 是不是跟习近平一起 绑在一起走 如果这么一起走下去的话 他确实 中国经济 是不可能有前进的 而且 现在已经在牺牲了 一个中国经济 但是 因为当他希望 在最短的时间内 控制住疫情 然后 那个 让那个经济损失 就是说短期的经济损失 然后 来 来保证这个疫情的控制 但他能不能做到 这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另外一个 一个对象 传播快 刚才我们谈到 传播快 死亡率低 中阵低 你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但是他也不愿意 他就 他不能改变这个政策 这就是一个 他的骑虎难下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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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中国经济的 如果他不改变 如果这个心理政策不改变的话 而且这个控制 这个疫情又控制不了的话 那个中国经济 就觉得不会有好的前进 现在我们看 这个 这个 疫情 那个什么 什么 我们当希望了 如果说 突然一下 那个疫情 自动的就消失了 或者说 那是什么幻想 那个 就 就被控制住了 那是OK 中阵的疫情 至少 这今年还有 还有希望 回复 回转 但是 那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除非他这个 清零政策 在短期内 起效果了 控制住了 疫情 不会再扩散了 但是 刚才我们谈的一些问题 一个是 疫苗接种的 疫苗率很低 再一个就是 疫苗本身效果又低 在这种两种情况下的话 你要控制住 通过清零的方式来 控制这个 污蔽控制 不可能的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么办 要么你就放进这个 清零政策 走变通的方式 然后逐渐的恢复经济 然后至少让 尽管经济 也受了很大的 这个什么磋商 但是至少不会 让经济 走到 走到 鼓励上去 出处底去了 出处于 没有回转的余力了 至少 我想的话 这要看这个中国 要看 要看习近平 那个中央 他们对这个疫情的处理 怎么来对待 是不是 找到一条 比较编通的方式 嘴巴上可以 但是行动上 你得理性一点 理性 考虑实际 实际需求 而不是 只是 不管你这么喊 而且这么做 那我觉得 那就是 那就是我一条道 一条道 走到 不会有好的选拟 是不是你那个 彭高好像对 中国经济 纪连成 回升了 反正不太看好 现在也不少的 这个财经智库 也下调了 中国经济成长力 可能5.5% 这个目标达不到 你的看法怎么样 如果不改变 现在这个清零政策的话 我觉得肯定达不到 可能会非常低 其实中国经济要发展的话 就几个事情做 第一就是善待资本 第二就是约束权利 第三就是理顺 跟美国的关系 这话说起来很容易 做很难 三代资本相对来说 还容易一点 因为对资本 已经略的差不多了 现在其实 开始在转头了 但是约束权利 这一点都非常难 就权利 你怎么去约束它 现在中国没有一个制度 本来我一直是希望 就用资本的力量 可以来约束一下权利 但资本现在打的就是 都找不到北了 它很难起到这个作用 但未来我想起来 它还是会出来 就权利现在看来 就只有靠它自身约束 自身约束 那就是一种危机感吧 就这样下去的不行 不可以这样搞下去 所以我们也知道权利的 它的特征就是它的韧性 或者它的死穴 就是它的韧性 但资本就是贪婪 这都是它与生俱来的毛病 这些毛病要自我克服 几乎是不可能 只有靠别人来帮你克服 就你自己要意识到 你自己去管自己 就像提着头发 把自己伸天一样的 非常难做 就我记得很早以前 应该是王岐山的朋友说过 就是 共产党自己约束自己 这有点像医生给自己开刀一样的 他做过这么一个比喻 就非常难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这个是他必须做到的 就第三就是李盛跟美国的关系 这个相对很容易 其实刚刚和平讲到 取消大外宣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也更希望 美国这方面 就取消美国之音 就这些敌对的宣传 只有制造仇恨 制造很多就是误解误判 没有真正的意义 双方都花了大量的钱 做这种事 就你让民间自己去教 你让那些企业家们自己去做生意 他们自己会知道好坏 在那坏的地方呢 他们就不会继续往下走下去 因为你骗我 你能骗一次不能骗十次 我就不跟你再这样玩了 但是国家力量 渗透到这些问题里面来 都不是好事情 但从长远看呢 我觉得中美脱钩也好 就是中美经济 互相就是摧毁 这概率还是很小 就只要美国还是个资本主义国家 只要中国不回归共产主义 脱钩就不可能 只是在一些高科技方面 一些敏感部门 它是会有些冲突 会有脱钩 从长远来说中美经济是 绝对是互补的 就中国有的东西 恰恰是美国没有的东西 反过来一样 包括美国现在要重建美国 其实最好的 重建美国的力量 就是中国的基建力量 而中国要发展高科技呢 它最好的老师就是美国 现在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敌对 都觉得互相要把 别人怎么样了 所以就在那儿拼命 卡对方的脖子 卡到最后 伤害的都是自己 刚刚因为我在断线了 就是一下没有上来 所以前面也没听到 然后就讲那点 OK 虎平刚才声明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要让中国经济回升 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 你看得到任何曙光吗 我短期内看不到这个曙光 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 疫情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在习近平这种动态清零的政策 之下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危害还会持续 另一个因素呢 那当然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采取了种种措施 就是确实严厉的打击了民营企业 打击了市场经济的那种自主性 这也是中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 只不过呢 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大 过去好几年 他已经熄火了 他是靠惯性在运动 所以看起来还走的还不慢 他实际上是在靠惯性 他原来中国有的那种强大的那种驱动力 很多因素就已经消失 这都和习近平的政策有关系 刚才冯先生也谈到吧 你现在对资本这个态度 那怎么好得了 另外对官员也一样 现在官员他那个心里都知道政治标准第一 就是是不是忠于拥护核心 这是最重要的呀 相反你在其他方面搞得好不好 包括你经济那都不重要 那很多垮台的人 你经济上搞得比较好照样垮台 反过来你经济上搞得不好的 只要你政治上是比较忠心的 那对你就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你看那官员他也不想 而你搞别的事 那就是动辄犯揪 你就很可能会出问题 你再说他不怎么干事 那就政治上来个高姿态 反而是比较稳妥的 你可以想一想 那过去在江湖时代 我们看到还出了一些官员 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 有的是封疆大力级别的 有的是低级别的 但是真有他的特色 其实当时已经政治上限制很多了 主要在经济上有些特色 搞得就是至少在那个地方搞得风生水起 好像经济上还颇有起色 那现在你看在习近平时代 你看不出有任何在这方面有个性 有特色的官员 一个都没有了 原来有的全都给打倒了 那所以现在官员 而在中国这种经济体制之下 官员对搞经济有没有积极性 对整个经济发展 还是有相当重要性的 你看官员整个 我相信他们在什么 激进性和江湖时代是不能相比的 民营企业加民营企业 那就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你就 这是个和你疫情关系不大的 但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长远的 当然中国经济也不会太坏 因为中国老百姓到现在为止 还有那么一股保留了那么一股 要拼经济的尽头 这点物件还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华人在全世界的华人 各个地方的华人 他们的经济状态一般都比 其他的移民 甚至比当地的一些主体民族的那些 进入都还要好一点 那就是华人整个来说 他是比较勤快 比较愿意这个致富的冲动是比较强 而中国呢 由于这个毛时代的那种严厉的境遇 对物质享受那也是一律打压 物极必反 结果使中国造成非常强大的拼经济的冲动 那过去台湾也有过 你看那台湾这比大陆就是很有趣的嘛 就在前一年我看我看过 一个大陆人在台湾这个去念书 念研究研究生吧 还有一个台湾人到大陆工作 他们分别都写下了他们对当地的感受 还有意思就是大陆在台湾那个人呢 就觉得台湾人生活的节奏 一个就是慢 慢条是思理的 大陆人都忙得急匆匆的 都慢 也不急得要这样呀那样 当家长的 除了极个别之外 也不急得把自己孩子送的名校 就在附近平衡就上了行了 对不对 很少会一定要拼名校要这样那样的 当个教授的也不想我非得买个车 要不然谁看得起 教授连车都没有 还骑个摩托 那像什么样子呀 他好像都不在乎 而相反大陆 他对大陆就不一样啊 同样那个台湾到大陆的人 他也感觉也不一样 他说大陆人那镜头那镜头之足 那跟台湾人简直不一样啊 因为这也是后来讲的了 后来到了本世纪才讲的才有这种差距的 那台湾不就流行什么小确幸了吗 对不对呀 过去80年代70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台湾人也拼得很 到处全世界到处接订单 什么事来的快的很也是那样子 但他们那镜头就早下去了 到后来就成了小确幸了 小确幸的前一辈都还是比较拼的 到后来就不在乎了 现在大陆也在慢慢出现这个小确幸了 大陆版的小确幸啊 什么躺平一族 其实人数比较有限 那多少表面这个 就不太追求那些东西了 一定要制个富 一定要出人头地啊等等 不那么难的 但中国毕竟体量大那么多人的 到现在为止 相比之下在世界各国中 中国老百姓的那种拼经济 想致富的那种冲动 那种互相的攀比 觉得唯恐落于人后 那种劲头 我想还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 虽然有这么个东西在 那经济就坏不到哪去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它经济政策制度是一样的嘛 因为有的国家就富 有的国家就穷 因为你说到得自由经济 那不是你就自由吗 你可以拼命干 你可以拼命不干呢 你可以偷懒的 如果遇到一群人 他们就是愿意过着很舒适的生活 不追求那些物质上的富裕 你有个自由制度 有个市场经济 它也不会富到哪去嘛 对不对 那你中国体制 它在坏的体制 它能够使本来可以富的民族 国家富不起来 但是一个好的体制 对于老百姓人家那不想富 那你也没有回天之地 那么现在我觉得整个人说 中国老百姓这种致富的冲动 这种能量比前年已经有所降低 但是相比之下仍然是实际上最强的 有这么一种冲劲而在 现在现行的制度呢 不管有多少毛病 毕竟不像毛时代 毛时代是压制人们 这不准人们有支付 那些毕竟开了有绿灯的 尽管现在当局习近平很多做法 对这些不利 那么那个能量还在 所以中国经济也不知道坏到哪去 你看我们在美国你都可以比较嘛 那今天中国人一般人他那种要求 改善自己的物质处境 物质处境追求致富的冲动 比美国人还平均来说 比美国人真是还强嘛 对吧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大的差距在里头 你说你能坏到哪去呢 所以在这个动力没有消失之前 我觉得中国经济也不会坏到哪去 但是显然和邓江湖是在过去那几十年相比 除了疫情之外就是你当局采取的种种这种 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 已经造成了很很很强大的影响 所以和过去相比那中国的情况 那真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很不美妙的状态 那就是这个样的 你觉得现在中国经济世界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吗 你回头来吗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西方的媒体 包括中国自己的这个经济一些经济学间 一些这个一些企业界 这个也包括一些知识分子 都把今天的中国的这个经济表现出非常悲观的 这种一个愣调 甚至认为了这个今天不是这个最糟糕的 相对于明天可能今天还是最好的 但是其实我刚刚听了三位的讲话呀 我以为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是全部的赞成 其实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首先是现在的这个清零 这样一个完全莫名其妙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政治的口号 政治的这个指引所造成的 不是说不要对付这个病毒 而不是采取这样一种政治化的这个霸道式的强盗式的 警察式的军队式的这个对付这个病毒 如果是你能够正确的面对这个病毒 中国的经济马上就会恢复到正常的一种状况 现在的这个中国的GDP的这个增长 本来就是下滑是正常的 哪一个经济体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可以高速发展 那只有中国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国不仅是中国本身故意的贫困往上走 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了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很多的国家通过跟中国的这种合作关系 中国得到了巨大的这个经济的好处 如果对方很富 没关系 中国可以提高呢 提供这个廉价的这个产品 如果对方很穷 没关系 中国也跑过去投资 中国是这个全球化过程中间 他得到的好处 金金赐予这个美国 而且呢 中国虽然在过去几年 习近平那些政策 操作了对企业家的信心 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很多的手段也是很粗暴很不合适 尤其是没有给这些企业家啊 一个辩护的这个机会 但是 要注意 习近平的过去的某一些打击的措施 是正当的 是应该的 是因为 权贵 就是商人 和这个权力的这个交往 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安全 社会安全 和公平 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另外一个某一些产业 确实需要这个调整 习近平的问题是 没有给企业家机会 没有给企业家基本的权力 只有他的大棒 而没有呢 这个他们应有的得到的这个尊重 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办 是不是中国的经济 就会没有企业家了呢 胡平先生讲的很对 对于极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讲 那种情分 那种激进的追求 你是在日本看不到的 因为日本已经经过了富裕的程度 大家已经躺平了 起不来了 在台湾也是看不到的 台湾我跟赵平 我们都很熟悉台湾 对吧 台湾的年轻人过一个小日子 他之所以满足了是 因为台湾的经济 他恶不死人 他不会没有这个生存的危机 所以大家小缺心 是有他基本的本钱的 对吧 因为有了这种本钱 这些地方的竞争力 很多国家是一样的 欧洲的国家 美国 没办法跟中国竞争 非洲 南美 还有东南亚 这些国家呢 各有各的优势 东南亚现在在迅速崛起 但是你要能够达到中国制造业那种完美的程度 完善的程度 那可真的是相差很远 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 一人口 二劳动力 对吧 那么这个人口虽然是有老化的问题 但是它毕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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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出来 虽然已经表现出了某一种危机 但是整体来讲 中国的内循环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如果中国的内循环的消费的习惯 不仅是在吃和买房子 而且有更多元的这个消费的话 它同时对经济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而外循环几乎是在几年之内 所以不管那些政客们喊啊叫啊唱啊除非让他的国民日子过得更差 否则的话跟中国的经济根本不可能脱高 脱高就是自己上吊 而吊不死中国 中国它的这个市场还非常广泛 所以为什么欧洲那些国家愿意在人权方面跟美国站在一起 潜在中国的人权 但是在很多方面不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是因为欧洲国家它不需要跟中国去争天下 对吧 它希望跟中国是得到了产品的延伸 得到中国的投资 得到中国的消费 对吧 你没有中国的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意大利怎么办 德国怎么办 对吧 法国怎么办 那么很多国家 他们的经济利益已经跟中国连在一起 我认为疫情现在是 一个是卡在疫情 第二个是卡在习近平 习近平要想清楚 有一些道路是比较遥远的 不是在他15年 甚至他还要当20年或者15年就能解决的 比如说共同的智乎 对吧 你中国那么的穷人 GDP还那么低 你就需要提出一个智乎的口号出来 对不对 你能够不饿死就已经了不起了 能够用这个解决基本的健保 基本的生成条件 能够达到这一点 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政治化去解决所谓和平 而是从真正的这个福利制度 来解决这个贫困 那就真的是了不起 至少在我的角度来讲 至少从我们看待的中国的历史和全世界的历史 我认为都是了不起的 你共同智乎这个目标 过早 另外一个是 跟美国的全面的竞争 中国还差的很远 可能在某一些领域方面 中国可能会领先 但是你整体的技术的创新科技的力量 跟美国不相差的不是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习近平应该现实一点 不要中国梦做的那么大 现在首先不要做梦 先面对现实 只要面对现实 可能他就会醒过来 但是现在他陷入到了这个清零 我都不知道清零这种会怎么样 因为他达不到啊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为上帝都不能达到目标的 对吧 党也达不到 马克思也达不到 你把毛主席请过来也达不到啊 你怎么清零嘛 所以这个口号是谁滴出来的 这个人真是真正的反革命 真正的陷害了习近平 对吧 是不是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些企业家的失望是因为他们过去太赢你挣钱了 哪里那么赢你挣钱了 对不对 美国的房地产虽然有所上涨 但是你说冯胜平如果他同样的行为在上海 那冯胜平是十个亿了 对吧 在美国现在可能只有一个亿或者两个亿 那完全不同的经济条件嘛 对吧 你在中国那种高速发展的经济条件 你稍微跑到美国来 到法拉圣或者到曼罕登 跑一下你就出一个主意到中国去生产一个产品 你就可以发财啊 甚至你不要出什么主意啊 我这几个朋友跑到中国做生产没做成 但是买了几大房子啊 他就已经比我不知多多少钱了 对不对 所以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 不是中国企业家的好日子过去了 是那一代的企业家过去了 而新的一代企业家 现在可能是在躺平中间或者在大学中间 不用担心 不仅只有韭菜 隔韭菜的人也在成长之中 好 谢谢 我插一句 有一个就是说中国经济能够会不会向好 也很关键是服务行业的问题 由于这个这两年这个服务行业被 由于中央对这个商业平台 金融平台和交易平台的打压 这个服务行业遭到很大的打击 就是说至少捐损很多 这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一头 因为2020年的时候 服务行业的占GDP的比例 比重是55.8% 那是第一大产业 哎呀 中国的第一大产业 如果服务行业这个 这大快步不能恢复的话 那几乎就中国经济就没救了 就是这个清零这种更让这个 上海这个典型 西安也是 武汉就不说那是一个特例 就是整个服务行业被掐死了 那你这么经济怎么发展 这个也是现代社会 这个就是说工业 工业化社会的一个特征 美国是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以后 就开始进入这个 这个服务行业 占国民积极比重的一大半 叫上面这儿 其实西方也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现代化 精神的一个一个标志 中国也是 但是美国的服务业 绝是经营服务业 绝是经营服务业 这个我昨天有一个朋友 发了一段 他在国内是经商 他说以前GDP中间 有一块隐性的活力 中国的是什么呢 就逃税那一部分 包括也是教培家庭 一些洗脚那些 但是现在那部分都没了 无税可逃了 有一些像 就这个行业都被打掉了 所以如果 就中国现在经济 真的要重新站起来的话 我觉得就几件事要做 就第一个我刚说 善待资本 第二呢善待官员 像官员躺倒 资本外逃 第三呢 就要健全税收制度 第四呢就是要 缓提共赴的口号 或者是要谨慎的提这个口号 因为中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就调动一些因素 把就是 重新把中国经济这个发动机点起来 现在基本上是熄火状态 从国内他应该做的事 从国外呢就是理顺中美关系 其实跟西方的关系 主要就是中美的关系 而这一点呢确实大外宣 是要重新整顿一下 就该怎么去做 就制造这么多的仇恨 就要限制民粹 尤其是左翼的民粹 这个也是实际上也是一种 挟持中央啊或者说 始终造成中美之间 很多就是矛盾冲突 或者说那种误解的原因 再从中国方面 但是美国方面呢恐怕问题就更大 因为美国他实际上是由官方主导的 在跟中国他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美国现在两党在哪都谈不到一块 主要的对中国问题 就是你越极端票数越多 这是美国的问题 谢谢圣平 普兵有没有要补充 没有 只是补充一句 就是刚才圣平谈到的 他说这个美国之音 他把美国之音跟这个中国大外宣相比 我觉得这个不恰的 因为首先你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嘛 你我包括圣平 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听美国之音的嘛 而且也从中获益不响 你也不能说美国之音好像那时候是好 现在就是坏的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比现在好 就教英语 没有这么多 那时候也就播很多消息 有的是评论的 很多人也是因为听了美国人思想一遍反动的 不说这些了 因为基本区别就是一个地方有言论自由 一个地方没有言论自由 如果中国有了言论自由 美国之音他不会有对中国的广播的 他就无所谓了 所以他这个区别是个根本性的区别 好的 谢谢胡平跟圣平 提到了这个美国之音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话题 中国暂时停摆 暂时熄火 经济能不能够扭转上来 连中国经济所发展 还有美国经济会不会硬着入 六月份的这个FED的这个公开市场操作 我们到底会不会继续在升息 我们会持续的观察 当然最重要的 今天这个月下半月 这个拜登总统的出访这个亚洲 还有跟亚洲 这个国家跟东盟的一些领袖的会晤 我们会持续来观察中国研究院 会继续来关注这些事情 当然上海跟北京的疫情 我们也会持续的请嘉宾来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析 到底北京的动态清零政策 以及刚才这个彭道提到的 在做法上面有一些变动的做法 是不是能够相容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研究院 感谢这个冯盛平先生 吴平先生 彭涛先生 还有何平先生 我还有感谢所有的这个观众 对我们的这个按赞分享跟转发 我们中国研究院这期就到目前为止 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